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它有机会发展 2022年再去阿塞罗纳的时候 感受到的气氛有什么不同 很深的感觉 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哪个物件 真的需要出去交流 澳门刚刚好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 它本身的政治性 好像也没有香港这么强烈 比如说你要把握着大局 还有引导它去一个正确的方向 会不会也遇到了 像比如说现在中美的科技人才的竞争 内地的竞争 香港的竞争 国际的竞争 有很多优秀的学生 懂得欣赏我们的家族 500年以前其实在西方 从澳门带科技进来 500年以后 有没有可能澳门是一个桥梁 就是从这里把中国的好的科技带出去 这又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实时可以看到的 科一号的轨迹 现在是在美中 对对对对 美中上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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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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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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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其实澳门科学一号 这感觉好厉害 科学一号 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会有二号三号 这个就有待观航 但是就是确实是澳门的第一个卫星 也是第一个研究科学的卫星 都可能是港澳第一个研究科学的卫星 就是真是发想的成功 这个澳科一号就是几年的 很多年的部署 也是学校很多年的心血 2005年开始已经参与 航天部太空科学的探讨 月球科学的探讨 那里累积由我们很多一代人的 新勤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也是国家认许 2018年成立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月球与恒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所以在这个基础下 也都是和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合作 就研制了这个澳门科学一号卫星 整个过程 可以说接近是一个创举 第一个科学是很新的 因为在低纬度的池像没人做过 您说这首个是中国内地首个低纬度的 但在世界上有没有在低纬度绕起 世界上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低纬度很多 比如很多现象 解释不了 比如气象 在南大西洋异常的现象 很多时候Bermuda Triangle 你也听过 就是很精确的资料很缺乏 还有一个有待填补的科学领域 也都没什么人做过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举 也都是某一个程度的一个军事 可以组合起来 也都是一个刺激 2021年邀请您到奥克大来当校长 是谁找您的 邀请的时候怎么跟您说 您后来最终愿意来到澳门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人生就是很多巧合 这个很偶然的机会 小间通过一个网络 就弹起来有这个机会 那我在香港也从事这个教学研究 很多年 所以有一个新的机会 也感觉问个家人 问个美国的女儿说 她还是觉得 愿意去试试这个新的开始 新的尝试 那时候也有其他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对我来说是很新 所谓新是新在哪 是因为你以前做副校长 现在是校长这个新呢 还是因为换一个城市的新 还是有一个另外的机构 或者是研究室的新 这个换几方面都是 可以说几方面都有它的原因 但主要就是说 一个很新的大学 换得好像很突然有一个 很有前途的一个大学 很有前景 很有活力的一个年轻大学 那我感觉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从教学研究下 可能同样的可以发挥多一点 可能贡献 对社会的贡献 对大湾区工厂 对国家工厂 可能要显得大一点 说不定 所以抱着这个学习的心态 抱着这个尝试的心态 就来了奥克大展开新的工作 你说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这么新的一个大学 奥克大到2024年也刚刚好24岁 确实在国际上的大学当中 它是年纪很轻的 但是它已经成为澳门的 综合大学最大的一个 那么年轻有什么年轻的好处 是不是包袱少一点 年轻永远是好的 年轻 因为年轻是有一种活力 也有一种 像你这样说的包袱比较小 还有我们这个在基金会上面的非努力的私立大学 所以我们的运作的模式是跟传统的工历大学稍微不一样 我们比较有很灵活的一个体制 还有比较长远的一个定位 灵活的体制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灵活法 长远的发展 是不是一直目标很坚定 然后这个目标也是新灵的地方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野外战 你看那个野外战 我们就八年建起来 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 整合我们自己的资源 还有觉得应该 国家给了我们的平台 我们应该干一些事 就投进去 利用我们灵活的一个体制 就很快建立一个很合适的一个科研平台 但如果说不是灵活的体制 会是可能会遇到什么 不是灵活的 可能你几年 都要通过很多规条 很多 这个很多bureaucracy 很多bureaucracy 很多规矩 不是说规矩不好 但是就是说 我们的体制就是说 相生性的 相中一件事 我们就去做 中方 英国 都有点 有点 可以 可以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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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 拿到的一个月 最开始 出的一期成果 是北京的地区 必须物理系 出的一期成果 然后我们呢 就跟他们不一样的是 我们公共关注的 公共都是 盐浆噴发上来之后 就在这个 矿物结晶音音的晚期 这个 盐浆它做出的一个状态 它们会发生一些 什么过程 那我们比较关注的是 这些 它们结晶的这些东西 可以是玻璃 可以是矿物 它们能反映出 到底是 盐浆最后 它们的粘度 温度 以及它们的流温性 噴出之后 会发生了哪些 相关的物理的反应 和矿物的反应 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些成果 热球表面的 不同一部分的相互作用 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20亿元之前 这个其实就限定了 就是 我们长河5号 这个莲浆噴出来之后 在月表的一个破口 因为已经发表那些数据 它们可能更限定的是 在深布 就莲浆形成 以及在深布 在噴出月表之前的那些 它们所发的那些 热 以及围炎的一些反应 那我们正在做的就是 上来之后 在月表的一起 也不容易 2003年 其实我们就参与了 国家的航天计划 2005年 就进一步的 神舟 探月 问天 都开始参与 为什么当时 我们会参与这个工程 奥科大师强在哪里 太空科学 其实很早期 2005年就参与 因为那时候 就是种种历史的原因 和发展的轨迹 那我们前校长 去澳湖教授 也是天文学家 也有批天文学 有识之士 也都得到国家的支持 就慢慢慢慢就 参与月球 太空科学的研究 初成立太空所 太空研究所 为什么是月球和行星 国家实验师 会是在澳门 这个就是说 产次跟内地 医疗的科学者合作 还有得到一流科学家帮助 因为我们年轻人 一起一起合作 还有我们培养一批 圣根的在澳科大 一批年轻优秀的 太空科学家 也多年来 在月球科学 太空科学里面 做出一些 很优秀的成绩 国家就慢慢地 体会到我们 是有一个能力 做我们也 澳门科学奖 也拿过很多 所以有很多肯定点 然后在基础上 我们就得到一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 又去行星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有一个梦想 澳科一号的提出 很雄伟的 也很大胆的一个 科学探讨 探索吧 你刚刚说了一个 非常大的重点 原来的校长是天文学家 所以就把这一门科学 在澳科大深耕落地 也因为澳科大 是一个年轻的学校 所以可以有各种的梦想 在这里发芽 这可能就是澳科大的特色吧 可以这样讲 第一 懂得这个很灵活的组合资源 还有了解过程 国家的需要 国家的需要 国家所需要 我们所长 引进国际的领导人才 在这里给他有机会发展 尤其现在的机遇 我感觉这个发展的空间是无限的 发展的前途是很巨大的 现在的机遇是指着 越港澳湾区的建设吗 这是一部分 越港澳湾区是我们有一个任务 去参与 深度参与 当然在国家层面 国家所需不单是大湾区 比如说帮国家走出去 澳门可以有一个很重要 很独特的国际地位 500年以前其实是西方 从澳门带科技进来 我们就问500年以后 有没有可能澳门是一个桥梁 就是从这里把中国的好的科技 带出去 很多方面 比如说国家在深奈文明前 做了很多工作 检探 积探的科技 很大进步的 太空科学也是很大 航天工程很大进步 中药方面也是很大进步 很多教人的这种成就 是不是可以很客观的 通过澳门 用很一流的水平 一流的平台 很平静的跟国际同行分享 这个还是澳门的一个定位 澳门的优点 我感觉还是国际化 这个优点还没有充分的利用 还没有充分的发挥 我感觉通过行情 这个约澳深度很久 去澳门 澳门 澳门的整个高校的 很蓬勃的一个发展的巨师 还有国家的知识 澳门的知识 这可以做一番工作 这是陨石吗 对 这个就是陨石的那个薄片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双目镜里面看 哦 现在看到的是一块陨石的球状 哇好像艺术品哦 它特别像那个教堂里 古老教堂里的玻璃 像不像 好好看啊 就这么一个薄片啊 对 它现在厚度大概是0.03 方米左右 对 因为你看你这里看起来就是单一的颜色 但是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像玻璃一样的 现在看到的可能是橄榄石的晶体 对像晶体 就是一个各种颜色的晶体 嗯 很像 就是教堂里的花玻璃 特别漂亮 我们这样子看研究它什么 可以研究它什么 您可以看它表面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它表面的这个裂系 我们通过它表面的裂系 就可以判断了这块陨石 在当时就是宇宙外面开洋系的时候 发生过大概什么样等级的一个冲击事件 比如大概遭受了一个多少的亚强 或者说当时冲击之后升级到多少温度 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判别 这是哪里来的陨石 小星星带来的 就是普通球率陨石L群的 它属于L群的普通球率陨石 降落在我们这个沙哈拉就是西北黑一带 但是目前这块陨石还没有进行命运 但是它的前缀是有的 就是NWA Nawson 多久以前降落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块陨石还没有进行定年 可能要测过它的居地年龄之后 我们才大概知道它降落在地球上多少年 而且我发觉这里看真的没有高险下 高险下特别漂亮 无法形容这美 这个就是看我觉得魅力完整 这个就是看我这个魅力完整 这个就是看我这个魅力完整 哇很漂亮 这个就是竹湾 这个是澳门的特色 南湾 这些珍贵的生态资源都很少 这个是我们最近这两年成立研究海洋环境 海近岸的生态环境的一种研究站 嗯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我们就想准备在澳门 就是这个海岸带 那里就是进行长期的观察 整个系统就想研究 从波浪 风暴潮 波浪 水温 还有跟生态的 环境的种种关系 嗯 这个看起来 因为它是个斧筒 但是上面这个机器应该很贵 哦 这个 五十万嘛 哦 港级 哦 我看到那个研究室叫做数字轮身 水力工程或者是水域研究 还有数字轮身 意思是说 我们把所有水文的一些数字 在路上用电子的方式 用数据的方式把它重新模拟呈现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比较新的科技 就是说第一就把感知 就有这个现金的仪器 把这个数据收集起来 然后用模型 通过模型 这个数据的模型 把这个数据去分析 然后预测某一个物理的情况 比如说风暴潮 比如说一个车潮马上未来 然后还有一个跟数据互动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假如我们估计明天台风往某一个方向移 然后我们估计 这个对黑下海滩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对澳门的水燕有什么影响 可以不同情况 可以有一个准备 有一个管理 提高管理水平 另外也有一个互动 比如说你一个海滩污染 因为你可能污水产出一些事故 因为消毒不够 只要知道这个情况 你马上可以调整 所以有一个相互作用 物理的世界跟虚拟的世界有一个互动 2023年这个观测战才开始 您刚才提到这个互动和预警或预测 什么时候能够真的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和预警 在不同城市 其实我们已经展开这个工作 我们跟水利部 像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 已经开展一个研究项目 就是澳门的水腕 怎么自卫水利的一个科研项目 也开展了一个风暴潮预报的一个澳门的FTCT的科研项目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已经开展一个数据软身的工作 也跟内地各个单位 比如产生水利委员会 也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所以这个项目也是促进澳门跟内地的顶尖的专家 一起深度的合作业项目 我们在澳门的这个研究站 或者是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海岸带生态环境的研究站 能够补强国家的哪一块缺失 主要做什么研究 生态环境就是很广的 这个站其实可以为国家保很重要的几个空白 一个就是空气污染 因为你譬如整个空气污染 这里就处于整个珠江的下游 是 譬如你整个珠三角的污染 你如果随着东风就这样走 空气是一个空白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没有一个站 你才可以有整个full picture 同样地生态环境水也是 因为你譬如一个赤潮里 那你东边重要西边重要 也都决定于海流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 这个第一步 其实就慢慢慢慢发展成整个大湾区 因为河口很重要 口很重要 是 我们知道您也是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的主席 已经担任了一段时间了 担任四年 刚刚上来 担任这个主席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2022年 还是疫情的时间 我代表学会每三两年一次的大会在西班牙 需要去 需要这个 需要发声 需要发声 感觉就很多不了解中国 就算西班牙这样友好的国家也不完全 你看到 因为IHL是一百多个国家很 很国际 一个85年的历史的一个国际组织 很深的感觉就是说 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还有误解 所以需要 真的需要去去交流 我也很好奇 您在刚当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 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去愿意去理解 因为中国的水利工程 还包括中国对于环保 对于减碳的承诺 应该是 国际上还是知道的 那个时候您觉得 大家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什么 到你2022年 再去巴西罗纳的时候 你感受到的气氛有什么不同 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还是觉得 很多人愿意来中国学习 交流 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 很喜欢来 2022年感觉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 很多人就抗拒 还有说 这种科技要不要跟中国对抗 这种重性的 在按道理不是很敏感 我个人感觉很奇怪 也感觉这个严重性 也更加让我体会到澳门 港澳地区澳门尤其 可以发挥它 可以发挥的力量 尤其我们有资源 我们有政府资源 也有企业的资源 还没有好好的利用 澳门刚刚好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 从历史来考虑 或者是从现实来考虑 也是很多有利的条件 它本身的政治性好像也没有香港这么强烈 对 有的时候你要把握的大局 还有引导它去一个正确的方向 最主要还是年轻的 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多一些参与国际任务 有一个承担 对国际任务有一个承担 才可以慢慢建立整个image 倒不是科技的问题 我感觉是一个文化态度的问题 愿不愿意真的去交流 这可以在国际学会 在澳门这种地方 培养这种氛围 培养这种文化 也培养这种培训 比如一带一路国家 我们可以做培训 也可以通过澳门 做很多国际有意义的国际交流活动 打造一个新的这种image 新的形象 我们 我知道您也引进了一个五年 希望有一百人的近海计划是吗 近海 对 目前您进展的如何 最近两年做了两个部署 一个我们重组所有理工的资源 成立了创新工程学院 这个其实鼓励教育学科 所以我们也推动了真的工程的教育在澳门 因为以前没有这些机会 现在大湾区发展才有这些机会 所以真的推动了第一 跨学科的新工科教育 在我们那里反而容易做 因为没有包袱 我们就打造一个全新的新工科的理念 就是说大湾区需要一种人才 哪不是每一个都是专的 但是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然后有一个国际的事业 还有一个跨学科的sensitivity 有一个意识 跨学科的意识 才真的可以配合这个 knowledge economy 就是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全力 就做了一个创新工程学院 尹静 静海学者 好像我们有一些名教授 最近才推荐几个 Asian Young Science Award 我们推出去 我就看了 我都很猜疑 我们有这么给人家看 也有人说 你们有这么好的年轻 也就是说您看到自己 引进的这些教授的名单 您自己都很惊艳 就自己都觉得很这个 觉得真的很有活力 会不会也遇到了 像比如说 现在中美的科技人才的竞争 或者是低运政治的影响 包括澳门奥格大 这么年轻的一个学校 这个澳门又对于外界来说 相对又比较小 有没有还是有各种的疑虑 您自己觉得引进的过程中 有没有这样的困难 当然也面对许多地区的竞争 对 内地的竞争 香港的竞争 国际的竞争 那总的来讲 澳门也还是有 很有独特的优秀的学者 懂得欣赏我们的价值 觉得在我们那里 还是很有发挥的前景 我不断看到我们的 交集园的质量的提高 不断地提高 也吸引不断地提高 这个学生的质量 也是不断地提高 你觉得他们能够理解 澳科大的价值在哪里 可以有一个平台给它发挥 我们有几个国家级的平台 也有五个教育部上面的伙伴 做基地 从海洋经济到会计到中央 都有这种不同的平台 澳门也是国际的都市 也是生活环境什么 都是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感觉对于学者来讲 还是以后的前景 发挥的机会 你跟谁一起工作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断地 我看到的 哇 结果我们现在 联系教授 哇 结果厉害啊 结果我们 走开世界 我们从一个大湾区 亚洲世界 亚洲区 直接扬名 对 来 拍照照 好 勤修 这么多 好 对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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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